猪制特产的木子鸡 三块钱一斤 这里是18块钱 这么大一只 What's up 宝贝们 作为猪制女婿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猪帝国 一日四餐 188块钱 怎么说了 你还到我身家 当门发当门 我个猪制爹地吃得好 我们今天的第一餐早饭吃的是猪制特色的 当杠跟当样 那叫当杠 怎么念呢 怎么念呢 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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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的标准吗 好 顶配是9块 普通的是5块 现在是猪制传统手艺了 是不是正常人试都会破的 柔宗代官 柔宗代官 一天能做几个 700个 700个 几百个 700个发财了 这什么 铁面酱 蜜汁酱 蜜汁酱 蜜汁 蜜汁 这个是豪华配置 这就是导样 好 这个是传统的蛋盖 5块钱啊 我扛一小口 哇 太好吃了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什么味道 大家可以尝一想 广东的肠嘴 把外面泪成皮 脆的 换成糯的 但是它很薄 所以咬进去那个 晶莹剂透的感觉 配置这个猪汁特有的时候 咸菜的味道 特别好吃 这个是豪华配置啊 来一口尝一尝 真的对老板所说的那样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豪华配置就是有那种满足感 简单配置就可以吃到那种 最最原始的那个咸菜的味道 咸菜豆腐的味道 我喜欢吃这个 这吃起来爽 都是太多 太爽了 有个老奶奶在看 我跟他打个刀 哈啰 哈啰 午饭吃什么 猪汁吃乎打面啊 吃面之前买点猪汁的特产 木子鸡 20年的老店 真好啊 这刚出来的 这个好 这个好 战斧鸡腿不要切 然后半吃鸡 还要两个刺 鸡翅不要切 嗯 这个不切 对 一共多少钱 不是就要掉 好 这个鸡翅 然后这个是切过的 好的好的 谢谢你 好 这个是猪汁特产的木子鸡 它是按筋算的 32块钱一斤 这里是18块钱 这么大一只 哇 也算是猪汁特色的炸鸡了 配的是特殊的那种调味料 吃一小口 我们配着猪鸡打面吃 好吧 自无打面吃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嗯 我可以说这个炸鸡 可以跟美国炸鸡拼一下 真的很香很好吃 而且有特殊的香味 再来一口 实在受不了 哎 你不是说配面吃吗 嗯 什么配面 嗯 不吃了 不吃了 哦 好了 好了 剩下的配面吃 来 我们下一家地啊 你看 100家面馆里面 又要环境好 又要手工面 焦头还料足 我们选了这一家 你哪里来了 杭州来的 杭州来的 我老婆住进来 你老婆住进来 我点了一份三鲜面 配大盘 这一碗面是45 这碗面我们是吃了两遍 因为昨天某人全程声音没开 咦 这里就有的说了 啊 不说了 声音没开啊 我昨天也吃不下了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吃一遍 因为觉得这个面面的确还不错 先看一下面 这个本来想配的那个木子鸡呢 等不到了啊 已经变骨头了 算了 跟杭州面不一样 它手工面 除此四五打面 就是那种手工面 摇起来是有韧性的 有弹性的 它的面 汤的味道是泡进去的 就很入味的 我们杭州面 其实是味道是挂在上面的 这个可能就是四五打面的一个特色 尝一下焦头 这汤其实很少的 感觉已经被面吸光了 的确咸的确好喝 我们再吃一下它的大排 顶替一下木子鸡了 它大排跟昨天吃的也一样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酥烂 我喜欢吃酥烂的 黄鱼面加小排 黄鱼是中间对半开之后一煎 哇 它煎完之后 这黄鱼就很香 尝一尝好尝一尝 各有各的好 每样做可以做到面身都是入味的 汤的比较好 谢谢 好了 今天我们的第四顿晚饭选的是 猪制本方菜 我们看看猪制能吃点什么 厨房点 直接厨房点菜 不拿一份 这菜来给抽菲啊 抽菲 抽菲好了 对猪制印象最深的就是煎豆腐 那就这块好了 这家店你看 家常菜跟咱们娘烧的硬末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这么酥的 这个已经酥到完全不能动了 哇 耶 你看 你想先吃一小口 哇 太爽了 饼油已经走光了 你这个是冰的果粥 我这个是热的果粥 这个是传传的猪制特色 也是赵母娘的味道 我高中的时候猪制读说有吃的 这个必须得淘饭 嗯 这儿好难看见过来 哪天赵母娘 如果不想做饭了 你可以跟她说来这家店吃 她会吃着吃着玩 咦 怎么都是我做的 味道怎么一样 哇 这对人真的是很便宜 98块钱 好了 今天这一日四餐 有没有对你胃口的 有的 之前帮宝贝点点赞 之前我们周末創作有最小道理 我们下期见 拜拜